怎么原谅 这一年时间你去哪了 你知道我自己一个人带孩子有多苦 有多累吗 真的对不起 先不说还记得孩子有多难 做习惯一样那时候吃了多苦 可你竟然给别的女人好唱 有些事她确实 她还在送你在哪 这个扣诉丈夫在孕期出轨的姑娘 就是咱们今日的嘉宾小郭 小郭称她跟丈夫小牛是青梅竹马 从小玩到大的那种 然后双方父母都看出他俩的情谊 便在她在20岁那年摆了旧席 小牛是搞工地建筑队的 所以她跟小牛外出打工吃了不少苦 搬过砖 卖过衣服 也摆过地摊 而这些苦活 累活 在她眼里都不算什么 她只愿简单的跟小牛过完这辈子 一黄眼三年过去了 生活渐渐的好了起来 他们在父母的催促下 打算生一个孩子 可这半年过去 她的肚子还是没什么动静 小郭担心是自己有什么问题 于是她便偷偷来医院做了检查 结果却发现 她一切正常没毛病 她回家后便劝小牛也过来查查 这不查不打紧 这一次便发现 海珍就是小牛出了问题 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她就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天天就喝酒呀 喝完以后就抱着我说 不让我离开她 清醒的时候我就说 你离开我吧 后来小牛被小郭的深情大动 不再酗酒闹离婚啥的 又带着小郭一起外出打拼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小郭得知她一朋友也有这方面的困扰 然后他们选择去做了那个试管婴儿 最后成功的怀孕生子了 于是带上小牛一起前往医院 也去搞这个试管婴儿 然而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我每天打着抽血 做闭草 那日子就是 就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皇天不负苦心人 我怀孕了 后来小郭便被安置在老家养胎 小牛则是独自外出打拼 挣买一份钱 刚开始 小牛还会抽空回老家看看 然后这才过了不到两月 小牛便渐渐的冷漠起来 不仅再也没回来看望过 那就连电话都懒得打 小牛对此解释道 这是因为她工作太忙了 所以实在是无暇顾及小郭 那过年回家的时候呢 过年回家你都干嘛了呀 你天天的就抱个手机 让她打电话发生一结 你以为我不知道 那确实是工作上的事 那那个女人怎么回事呀 小郭控诉道 之前她趁小牛外出 偷偷的查阅小牛的手机 搭出通讯录 然后挨个儿拨过去 结果还真让她逮到了 我很没说话呢 那边又传了一个女的声音 亲爱的 咋的 又想我了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恶心 小郭称 当时小牛也是这么说的 跑他面前忏悔啥的 而他看在往日的夫妻情分上 以及这来之不易的孩子的份上 还是心软 原谅了小牛 但是小牛却屡教不改 跟那个女的还有段私连 甚至弃吉江临盆的他余不顾 跑去跟那个女人外出旅游 当时吉江临盆的小郭比较担忧 然后打电话让小牛回来陪他 小牛那会儿也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可到了分娩的前几天 小牛却以工作上有急事推脱了 后来小郭顺利生下一女 小牛高兴地跑回来 住了几天便离开了 而就在小牛刚出院子那会儿 那个女的却打来电话 让他拾去离开小牛 不是这男的有啥好的 又不帅也不负还花心 就这条件还能引得两个女人 为他争风吃醋 我这实在是无法理解 小郭称他当时听完那个电话后 便打电话找小牛要个说法 但小牛就像是做雷心虚一般 一直电话关机联系不上 他在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联系了小牛的同事 而同事却回答得遮遮掩掩 驴头不对麻醉的 以前那些事 我确实做的根本不行 每一个男人都不会嫌我这样 你现在跟那位女士还有瓜葛吗 没了早就没了 这次我来这 从山西跑过来 就是在这跟他 真心真意跟他说一句对不起 我错了 希望他可以原谅我 怎么原谅 毕竟我们都有孩子 我我们孩子都快岁了 你不知道吗 好家伙 你还好意思提孩子呢 你知道有孩子 还好意思出轨呢 还用孩子来道德绑架小国 也真是够恶心人的了 土雷老师认为 像小牛这种选择在妻子怀孕跟生子期间 选择出轨的举动 无疑是在谋害自己的爱人 因为妻子在为未来受苦 而他们却在外面逍遥快活 所以他认为这种男人一点都不值得被原谅 更别提小牛还不是初犯 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轨 这期间明明他有很多次回头的机会 但那却选择一犯再犯 而且还都是在怀孕跟生孩子期间 当你查出你生孩子比较困难 女生做试管婴儿 为此而每天在医院受苦的时候 这一番努力的举动感动不了你吗 怀孕期间重负灵盆之类 这样的受苦感动不了你吗 甚至到后来把孩子生下来了 就两条生命感动不了你回头吗 这所有的加起来一切都抵不过那个女人吗 你还跟那个女人那一年在外面 所以说从种种这种所谓的感动来说 如果这样的付出和所有的情感叠加在一块 都没有办法感动你 那我只能说你这个男生今天的认错 我大概是认为希望不大 因为你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回头 你不是迷失 你是有意而为之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 哪怕是生孩子的时候 你都没有回来看一眼 土雷老师认为小牛还会再犯 因为小郭都付出了那么多 都没有打动小牛让其浪子回头啥的 并且今天也没有看出有认真悔过的样子 就像是那种明知故犯 悔过再犯的那种恶讯循环 所以他希望小郭能够心狠一点 不要再相信这个男人的鬼话 后来小牛又深情的对小郭告白 老婆跟我回去吧 回去我们先把这办了 毕竟我们都有个孩子 孩子都快岁了 我会好好爱你 我会趁起这个娇 我会给你和孩子幸福 请你相信 可能是为人母有着难言的苦楚吧 小郭最终还是选择原谅了小牛 愿意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只能说这小牛走了狗屎晕 遇到了小郭这样善良的女人 这只能说小郭看走了眼 爱上了像小牛这样的渣男 书柜只有零私跟无数子 无论那些渣男家里的妻子 有多么优秀多么漂亮 他们的心里也会不甘心 身边只有一个女人为他赚 所以这种人就是本性如此 即使他们表现出要回改要回头 只不过是他们在权衡立弊下 所做出的暂时性收敛罢了 我们下来的大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